大殿很高 对不对 一唱 那个声音很像天鹰一样 对不对 我们还要装喇叭 太大声 不然就太小声 听了还有一点刺耳 他们不会穿着戴那个帽子 那么大顶以后我们出家人 通通戴帽子进来 看起来就很壮严 回到天界来了 所以因为他要度众生 所以出家人穿的很那个 就是为了度众生 对不对 所以你故意要的 故意要穿得很庄严 不然那末法 没办法设受众生的 下回海盗法师 里面最好大喇叭准备 不然隔壁的不会来 你不要拿那个网身子那个笔笔拔 这个叫什么 庄严 这没有为什么 就让别人有信心 有信心 开枪法师来了 啪啪啪啪啪啪 开上 大家有去供养这个佛塔 义务精畏 所以各位呢 三二道它也只是一个境界而已 本体也是空性 所以你只要保持空性 那就可以超越 再来 宜诸菩萨生如来想 各位 我们开想法师是不是佛 是就好了 不然你就白来了 你来了 你把菩萨当作佛 佛讲的一定有道理 对不对 这样你就可以吸收 你可以吸收 没道理你也不用吸收 但有道理你至少吸收到了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当这样想 你就不会注意听 注意听很重要 然后去分析 真的很好的接受 文实修 所以各位要对 你不要看不起 很多菩萨都佛来视线的 所以你要从内心里面去尊敬 对不对 再来 佛出五拙 生西有想 所以佛陀能够 这些菩萨能够 四线在五拙二十 哎呀 男人可贵啊 就像新加坡 新加坡的出家人 刚刚我们开想法师说 大概两百多个吧 越来越少了 所以麻烦各位回去 多生一个来贡献一下 为了佛教的未来啊 所以从小培养他呀 不然没办法 会断掉了 会断掉了 我现在在台湾 开始收萨蜜班了 五岁六岁七岁八岁 你干脆送他来台湾好了 会背任言咒大悲咒 那个地藏经四十五分钟 从小的 越小越快 尊圣长奏什么都很厉害的 只要有好的老师 他们背的可快的 他们喜欢比赛看谁快 对不对 快就快 每天都背这些 念经念酒就背下来 小孩子最厉害了 那你不这样 长期计划不行啊 以后没种子了 所以这十条各位要多分析 回光返照 自己有没有做到 请看到十三页 所以 哎呀 那个时候 这位犯天说 哎呀 那我能够到五卓二世 这是我的利益啊 所以在十二页的最后一行 而时日夜光佛国有诸菩萨 白旗佛言 就是说这些菩萨有个 哇 世尊我得大力 不生如是恶众生的 原来五卓二世这么痛苦啊 对不对 好在我没有生在五卓二世 生在日夜光佛国 但是日夜光佛说了 善男子物作事与 所以者和 来 念一下 若菩萨于此国中 百千亿劫净犯恨 不如彼土从淡至始 无称爱心 祈福为胜 你想想看 所以日夜光佛跟这些净土菩萨说 哎 你如果 我生在我们佛国 百千万亿劫修犯恨 还不如从早上睡醒 要吃早餐之前 没有起称惠心的功德 各位你今天下午来到这边 有没有起称惠心啊 太好了 你值回票价 晚餐好不好吃 不错 我刚才开箱法师说 我来好几天就这一顿最好吃 哎呦 好吃 所以要快乐 所以各位短短的时间 从早上睡醒到早餐之间 不起心动念 不起称惠心的功德 超过于极乐世界百千万亿劫 所以身在无浊的事 宝不宝贵啊 宝贵 真的非常宝贵 你不要抱怨 因为这是快速成佛的地方 要这样去观想 再来 在十三页的倒数第四行 那个时候佛陀跟 网民菩萨说 你不要看不起这个梵天 如见是施意梵天佛 为难以见 网民当之 这位施意梵天 他虽然是上帝 视现成天众 世上他是大菩萨来的 甚至他已经成佛了 他有这十种第一 也是我们将来要学习的 念一下 来 网民当之施意梵天 于主正问菩萨中最为第一 于主善分别诸法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所随意精以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慈心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悲心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喜心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软语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软语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不称爱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先意问训菩萨中为最第一 于主决意菩萨中为最第一 所以佛跟大菩萨说 梵天反而是这些菩萨里面最厉害 我最欣赏的这句话 于主软语菩萨 所以各位讲话不要骂人好不好 温柔 你好 三点还没回家 对不对 老公也还在打麻将 祝你赢钱 我先睡了 点心煮好了 于主软语 他不赢才奇怪 有你这么赞叹 不行 我老婆太好了 我要赢钱 不然没面子 打到死也要赢钱 因为你没有骂他 所以各位因为你要度他 对不对 你不能舍弃对吧 令别人讨厌你 那是很不慈悲的 对不对 那别人就不会学佛了 所以于主不称爱菩萨 没有称心的障碍 第一 更重要 于主软语问训菩萨 我经常告诉我的徒弟说 你在路上走 别人看到你不打招呼 别的法师看到你不理 我们一定要先 这个是该做的 因为你就是越人家注意 你就要越礼貌 所以呢 四义梵天 一诸仙意问训菩萨 首先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 看到人就摆 就摆 对不对 这个才就是菩萨 所以 事实上四义梵天是佛四千成梵天 来请示佛陀问题 演一场戏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要发布离心读诵大乘 这个很重要 所以后面呢 四义梵天又赞叹佛陀 所以可以这样念一下 离敬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各位一定要 离敬诸佛称赞如来 你要尊敬对方 也要称赞对方 也要供养对方 对不对 对不起 对不起 忏悔业障 随习功德 你公司好 所以我们对佛的方法就是 叫我们如何去对待别人 先给他问训 再给他称赞 再给他送礼物 再给他说不好意思 再讲他有什么好处 再请问他 你拿 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好 哎呀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那你要把对方当作佛 所以四义梵天用这个祭颂 我们也念一下 重点我会停一下 就告诉这个影片有几个重点 来 事成大名称 普闻于十方 所在诸如来 无不称探者 有诸于禁国 无三恶道明 舍如是庙土 慈悲故生死 佛智无减少 与诸如来等 以大悲本愿 处师会恶徒 若人于禁国 慈戒满一劫 慈土虚于间 行慈为罪圣 若人于慈土 其身口异罪 应堕三恶道 现世受得除 生慈土菩萨 不应怀忧不 射有恶道罪 头痛其得除 所以各位 十五夜地 若人于极乐世界 清净国土 在那边慈戒犯恨满一劫 四十亿年 你在这个地球 五卓二世 短短的时间 修一念慈心 都超过他们慈戒的功德 所以各位 每天要修慈心悲心 念个佛念个咒 就超过 快速成佛的方法 第二 若人于慈土 其身口异罪 你放心好了 你在这个五卓二世 造了身口异的恶业 但是你现在有忏悔 有修行 应堕三恶道 但是你在五卓二世 最容易消业的 现世受得除 所以你念一个 你念一句 阿弥陀佛八十一劫重罪消除 你拜个三昧水灿 一辈子的罪业消除 你去做一个放生 脱离山土苦 因为五卓二世的功德 身持土菩萨 不应怀忧不 射有恶道罪 头痛即得除 祝各位今天晚上回去头痛 五分钟 为什么 如果你在这个 你有造了三恶道的恶业 杀生 偷盗 杀小孩 但是你现在有忏悔修行 打佛妻 不应怀忧不不用怕 就算你要堕落地狱 头痛就可以消除这个恶业 这个就是五卓二世的好处 持土诛 继续念 来 持土诛菩萨 若能守护法 世事所深处 不失于正念 所以我们在这个五卓二世 你行菩萨道 虽然有很多障碍 毁欲参半 如何伤害你 但是你还是要守护正法 但你生生世世得到一种功德 不失正念 这个很重要 不管你下地狱人 你还在尿密陀佛一样 你在这恶劣的地方 你还是保持正念 因为你在五卓二世能够守护 再来 若人欲断福 灭烦恼业罪 于此土互乏 真意一切智 你要开发佛的智慧叫一切智 你只要在五卓二世护持佛法 那你不但可以断烦恼 灭烦恼罪 再来 净土多一劫 受此法解脱 于此说婆切 从但至十胜 所以刚刚讲了 净土百千万一劫 修行 修犯恨 还不如早上睡醒到吃早饭之前 保持正念 不起称惠心的功德 好 我们就跳过来 请翻到二十页 二十页这里面 各位比较熟了 很重要的四法经 那佛陀告诉私益梵田 怎么样 因为前面这个问题 都是私益梵田 替我们愿意发菩提心问的 那佛就告诉他答案 所以第一句话 第三行 念一下 佛搞私益梵田 菩萨有释法 坚固其心 而不疲倦 何等事 一者 于如众生起大悲心 二者 精进不屑 三者 信解生死如梦 是者 正失良佛之智慧 菩萨有此释法 坚固其心 而不疲倦 那修菩萨道最重要的 念一下 不退 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就是不能退转 如何坚固其心 不但不退转 不疲倦 每天都在帮助众生 每天在做种种的善业 当然有很多人 我看过说海盗法师 你快六十岁咯 可以进老人院咯 我就说 所以我要拼 拼到几岁死也甘愿 对不对 不但每天去运动 老人院住 那意义不大了 所以因为我们 世间人是照顾你身体 站在佛法是体悟无常 因为在这个五浊二世 一念念的 一点念头的慈悲心 剩一净土百千万劫 你要把握机会 所以你要绝对保佛 温温渺渺 那如何不僻贱呢 第一个 愚洲众生起大悲心 各位 下回我们到非洲去好不好 去度大象 超度野生动物 帮助贫穷人 好不好 那边小孩子 连喝水都会亡生 因为水又毒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近台湾 送鞋子 衣服 旧的 买那个净水器给他们喝喝水 要用尽各种方法帮助他们 现在有一个地方叫尼日利 那边现在有160万人没饭吃 45万的小孩在死亡的阶段 因为连水都没有 所以我想世界各地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各位要替他们想怎么办 这个众生有钱没钱 不懂佛法就是可怜 所以各位要每天 来 念一下 善师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世事永不离 奥马尼伯明 所以要观修所有众生的苦 所以而生起自动自发的悲心 所以我希望各位在打坐的时候 观修慈悲 要观修掉眼泪 代表你生起悲心 如果你还不够呢 那就多念 欧马尼伯明 我们开想法是说 大家在那边念 欧马尼伯明 哭啊 感动啊 对不对 佛菩萨的悲心会接触你 那你就会去想到别人的苦 生起悲心 那你就不会退转 第二 精进不懈怠 所以各位要深入境障 要接触众生 你越想要深入境障 要一半的时间接触众生苦 你才知道你深入境障 要干嘛 所以为了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刚刚讲的 一只脚深入境障 一只脚不离开众生苦 精进不懈怠去帮忙 第三 信节生死如梦 要有这个空性 那个生死轮回的过程 才能够度众生 所以各位不要太在乎死亡 好不好 死只是另外一个生而已吧 所以很多人很重视死亡以后 如何如何 这个死亡是一种休息 死亡以后让你去极乐世界 然后你马上再来嘛 有些愿意马上趁愿再来 所以各位生死是游戏 对不对 轮回是净土 因为从轮回里面 你可以帮助更多众生 所以要这样去看 而且各位要练习死亡 好不好啊 遗属写好了没有 明天交给开祥法师 我们开祥法师说 以后这边坐好啊 地下室 各位可以把你的骨头放进来 我们在上面帮你修行 超度你 这没什么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要 你这个要想清楚 什么死 怎么死 怎么死 你都要想清楚这没什么 你的老公死 你的儿子死 你也想清楚了 这个没什么 帮他超度就好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苦了 不死干嘛 这个五卓二世 哪有什么快乐呢 死亡是一种解脱啊 但是就怕死了以后 还在受苦 那就不好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 活的时候消夜这样 积福报 都已经死亡了 我们帮他超度 第四 正思良 佛之智慧 这是最重要 佛有一切种智 骗之一切 也因为有这种正确的智慧 才有圆满的悲心 那所以我们要去思维 佛在想什么 佛的智慧 你要看经典 要去思维 所以以后各位做事 不然用自己的想法 再背一次 只有佛法 没有想法 你的想法是不好的 佛怎么想 碰到这个事情 佛怎么想 佛怎么面对 而且佛在想什么 百千万亿众生 要百千万亿方法 帮助他们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空性 空性是慧 方法是智 智慧都要有 所以要追求佛的智慧 所以菩萨有释法 能够坚固其心 不疲倦 各位这是戒律哦 如果你要做菩萨 四点你都要有 大悲心 精进 了解万法如梦 追求佛的智慧 那你要努力 你还没有成佛了 你绝对不能懈怠 跳过来 二十一 倒数第三行 来 梵天菩萨有释法 增长善根 何等为释 一则持戒 二则多闻 三则不施 适者出家 适为适 持戒就不会伤害众生 就不会有不善根 多闻佛法 那你就开智慧 知道怎么去做 多布施 那有善根 最快的方法 出家 出家是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分分秒秒都在累积善根 对不对 在家做皇帝 还不如出家一秒钟功德呢 出家一天做一世皇帝呢 你出家七天七世皇帝呢 所以我们 我再过几天要到马来西亚 国际短期出家 这一次一千个人 十五天 你们赶快鼓掌啊 功德变你的 随喜功德 所以各位这七天啊 你不来竹林寺参加佛期 在家里好好吃素念佛啊 随喜功德 对不对 年底到了 各大寺廟 不分闲教命教 都在大做功德 各个祈愿法会 大法会 如何如何 所以各位啊 多做善根 再来 幻天菩萨由释法 无所恐畏 威仪不转 何等释 一则失利 二则恶民 三则悔辱 四则苦恼 释为释 所以各位呢 菩萨在面对这后面这四样事情的时候 还是保持精进 保持菩萨的威仪 所以菩萨要做到这四法 无所恐畏 威仪不转 一个 失利 你本来做助持被开除了 你本来拥有什么被夺去了 你要静静的 失利的时候 第二 恶民 给你登报纸 海涛法是坏蛋 因为我已经被登习惯了 然后你要很平静 很多菩萨 师父怎么办 要不要开记者会 我说你要把事情闹大 真笨 这个五着二四 这个是让你 让你能够增加见光力的时候 你要感谢 最近以来 认识我的人太多了 尤其在机场 那个就是海盗 咔嚓 假的那一位 咔嚓 又拍一张 但是现在 我们的网路 就认识